大家好,本人是庄警政医生,在湾区行医有32年了 我的专科是脊椎治疗 这32年来呢,我也有看了超过10万的病患者 脊椎医生跟失眠有什么关系啊? 好,今天大家分享的是脊椎骨治疗,怎么样去帮助失眠的病患者 失眠呢,其实很多人都有,在美国这个社会啊,经常都会失眠 我相信观众们,每个人都有失眠过一次,对不对? 失眠呢,有很多因素啊,压力呢,或是床呢,太硬,或是太暖 或是因为功课太多,工作忙碌,或是疼痛都能产生到睡眠的问题啊 可是,失眠为什么要看脊椎骨医生呢? 哎呀,安眠药这么多,很多人都吃安眠药嘛,对不对? 在我的诊所,我去看了很多失眠的病患者,进来的时候,他们的包里面有三种的不同的安眠药 而且是从轻微的安眠药啊,产生到比较更强烈的安眠药 长期负安眠药,对精神反而有害无益 短期可以给你舒服一下,睡一两个小时 可是长期负安眠药不是办法 我在诊所里面呢,也看了很多失眠的病者 有一个特别让我注意的呢,是一个中年的中国人 他呢,其实 广东人啊,他特别懒睡 特别喜欢睡觉的 有时候睡十几个小时,都不起床的 可是呢,有一年他动手术 就是心脏手术 之后就开始产生到忧郁症 就觉得自己身体有一个疤痕 心也不正常 就也不想工作 就开始自暴自弃 之后呢,就变成忧郁症 忧郁症之后呢,就失眠 他来看我的时候 他从轻微的安眠药 到镇定灾 就是吃了镇定灾 Tranquilizer 他只能睡一个小时 他进来给我看一个表 他说是一种能检查他睡觉的 quality 他就给我看他的表 他的清 他的沉睡 还不到半个小时 他的清睡 还不到一个小时 一个晚上就睡了一个半小时 他说剩下的时间做什么 沿等等的看天花板 他说特别难受 全家都在睡觉 都在打呼 就是他一个人醒着 他说一年 一年都这样下去 他快要累死了 他是经过一个朋友来 我诊所的 我说我可以试试看 因为一般 如果是轻微的 失眠 还可以 可是你已经这么好几年了 而且换了这么多不同的药了 现在还要吃Tranquilizer 已经特别严重了 所以我就帮他开始调整 这个调整方式呢 他不是普通的脊椎骨调整 不是说要 要治他的颈椎啊 或是腰椎啊 这是调整小脑 叫NRC 这个网站叫NRC.MD 这个调整方式呢 是把那个小脑跟脊椎骨 刚好的那个阶段呢 The Transitional Area 把它解松他的压力 治疗的时间呢 大约8到10分钟 头两次 他回来 特别的高兴 他拿一个表给我看 你看 我沉睡 能达到两个小时 清睡能四个小时 特别特别的高兴了 所以可以能睡觉了 然后调完之后 那我这意见就是说 好 那你就可以维持这个状态吧 你一个月 起码来调一下 那他刚开始还好 特别高兴了 情绪也特别好了 然后就忘记了 他说 睡觉这么好了 何必去看庄医生呢 还不到半年 没有治疗 电源回来的 所以这种治疗方式呢 是比较 因为这不是说 叫你去吃药啊 去开刀啊 这是非常自然的一种治疗方式 虽然每个人说 哎呀 每次看庄医生要付这么多钱啊 就心痛那个钱 不想付那个钱 可是观众们 这个钱呢 是一种保障 所以你呢 不用去吃药 不要去打针 用自然方式呢 能保持你的 你的目前的状况 让他好转起来 不要等到 严重的时候 再回来看我们 那就已经太迟了 到时候要花的钱 的时间 还要更多 更贵 今天呢 还有 如果今天有多余的时间 我是想 讲多一个例子吧 这个呢 比较年轻一点啊 他是一个越南人 他在一个 拉萨公司里面 他是早期 而且 有时候是稳睡了 所以他的这种时间呢 因为 推拉萨 一定要 在三四点钟起床的嘛 所以他这种生活 已经改变了 所以是比较压抑了 肩膀特别紧的 他呢 年轻 才二十几岁 他的治疗方式 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是要解松 他那两个肩膀 因为肩膀紧嘛 经常有压抑嘛 肩膀紧 放松之后 脖子也放松了 他睡觉就特别好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有些是腰抑症啊 有些是肩膀啊 有些是颈椎引起的 甚至有一些呢 只是因为习惯 有一种坏习惯 在床上做功课 在床上看电视 在床上玩电脑 这些都是要改善的 到时候 脊椎骨医生都会教你们 睡觉的时候 踩上床 剩余的时间 最好不要 你要吃饭 在客厅里面吃吧 你要玩电脑 到书房去吧 睡觉的时候 踩上床 睡觉 所以这些都是 我们脊椎骨医生 会跟你慢慢调整 了解一下 你的生活习惯 再来调整的 如果需要的话 脊椎骨治疗 是一个非常 非常有效的 一个治疗方式 好 下次 请大家注意 我们要讲一讲 脊椎骨 颈椎 腰椎 疼痛 怎么样去解决 怎么样去帮助它 谢谢